梦想 再想 感大号 很直接 梦想 就是 追求梦想 但其实 醒了之后挺难的 其实我最主要想的就是 就是一个感大号人 这是他 就是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就下起了雨 然后一个人走在 就走在路上 然后旁边有一棵树 因为 因为我想的是因为 现在也是十月份嘛 然后也我也想这 因为最近这几天也就经常下雨 所以我觉得就想到了下雨 学会感激 然后 感于梦想 永不放弃 然后下面的这四句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我就压了这个 up 就是音 就是后写的 后下面的四句就是 就是无何时惧怕 就是我 是没有什么时候是惧怕的 论我弱 论我才华 就是说起我的才华 如果经千锤万亚 进步可垮 就是我觉得 我的自知识能力还是挺重要的 对 虽然说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比较上上于跳舞 就是我希望从各方面就比较 对 就是都能够上来 这是一个悬崖 就是比如说你想要登到上面的话 你就要累积 比如说你要学什么东西 然后可能到达顶峰 比如说有话筒 有一双鞋子 还有还有词典语文书 一直断的铅笔 数学 还有百科全书 音乐 本的印象 因为笔 首先我觉得笔代表就是学习 然后鞋子代表就是跳舞 就是有时候会跳烂马鞋子 它的题目叫做天涯 它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大河之水天上来 死去空流 独藏海 我欲成风往天去 万古垂青 世受开 因为有句俗话叫做大河之水天上来 那么从天上来了之后呢 它就会流到了头 就是死去了 就打个引号的死去 但是我并不想这样 所以说我欲成风往天去 就是想成为仙人一样 到天上去 给人们都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的小话就 非常的与我的诗不符合 超帅来 浪迹天涯 走遍世界 无山完水 下手诗呢 是我捷径毕生所学 再加上最近学的一篇古诗 写出了这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诗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不仅是从主题 还是我写的隐藏含义来说 都很有意义 题目是 展高 有题目是我最高 这首诗的内容是 我遇更上一层楼 在这天空上转悠 努力向前不退后 力挽狂澜一米九 长风破浪会有时 高过姚明必有时 现代伟大诗人左行 我要长高 一米九为基础向上增加 这个小话的内容就是我想到了 倒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我就先写了个一 然后又倒过来 在这写了个二 最后正着看就是三 然后我发现这个三生了万物 万物总在一个圈之中 刚好我发现这三个 这三个横在一起 刚好能写出我的左字 所以我也在万物之中 这就是我对它的含义 首先 首先你们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 我开始读了 启鸣 飞出口袋的 钱 第二天 钱 一天 我买了一双鞋 第二天 我又买了一双鞋 第三天 我又想买鞋 就发现钱不欠了 我想 他一定是 出去 飞翔了 为什么是方块 因为所以科学道理 因为 因为这个相机 拍出来 它的整体是方块 无间不摧 什么东西炸都炸不死我 除非 有人 拿电脑 接了我的脑子 出了一串代码 囚龙 生活就像一个囚龙 你以为你逃出去了 只是进了一个更大的囚龙 就上次我看电影 就是 就是看 就看到了 然后灵感就来自于 这个是一个小囚龙 这个是个人 这个是个大囚龙 写的有点错 不喜护喷 梦想 梦想长到一八零 诗人 雨雨寒 天天梦想一八零 但却只有一米五 一米六五 现在正值青春期 每天风吃狂喝奶 只要心里很坚定 一八零就不是梦 我随便写的 我脑子有点空白 这是我 这是身高 对 我创作的是词 是那种 歌词的词 只不过是押韵的歌词 十一期间有一天 我们要采访 要让我们做词 让我们变得高大上 刚开始写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点疯 可能写出来的词 就只是五毛档 所以现在 请大家欣赏 国庆十一小长假 两年过节不回家 在外受风吹雨打 每天累得不现话 可惜家长都不带 导致每天小妈妈 可这一切为了啥 只为舞台和你见一下 这是我自己之前 编的这个logo呀 DYD 然后上面加了两种花 一朵是太阳花 一朵是棒棒糖花 像蜻蜓 像飞鸟 题目也要读吗 钱 多少人的梦想 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信仰 期盼有一天 可以让它能被我花光光 可是实力却不这样想 然后审美号 希望有一天可以买下大疆 理想不会为了钱发慌 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没错 这就是钱的力量 其实有两个含义 其实表面含义就是说 钱可以做很多事嘛 然后钱也可以 让一个人心满意足 然后还有一个就讽刺 这个是一个电视 曲面屏 超大曲面屏 然后下面是柜子 然后这个是那个啥 然后这个线呢 十条线 就十月份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人 对 上了电视 就福布斯 排行榜吧 这个应该 这个一般TOP榜 应该是差不多 前三吧 梦 神略号三点 想 问号 走在大街 走上大街 都好买双AJ 坐在考场 信手拈来 家里摸高 一蹦三尺高 神略号 引号 啪 一身 脸红通 一看一想 一切空想 哦 是梦了 既然梦里面能实现的话 我觉得现实当中也可以实现 所以我觉得现实当中我也更加努力 就比梦里面的自己还要努力 呃 上面是一个M 然后中间是个Z 然后下面是个C 然后下面写了空想 我这个诗和我的话是有关联的 我的题目叫梦 在夜里梦像天上飞的鸟儿 自由自在 飞来飞去 自由自在 在白天梦像天上的翩翩乌云 层层叠叠 在夜里压着我 因为我就是觉得 有时候呢 我们在夜里做了一些美梦 但就可能到了白天就会得到一些 就会有人批评我们 就觉得我们做的不好 然后呢 就形成一个反差 就是我们梦里可能是我们想的那种更好的自己 而白天呢 则是现实中真实的我们 我的话就跟我这个梦这个事实一样的 这是一朵云 就是一朵云 然后呢 这就是白天我们看到的鸟 蓝天白云 不是说这就是夜里我们看到的鸟蓝天白云 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而白天呢 有时候我们就会被一些繁忙的事情之类的所困扰 所以就会思续很乱 上中学后 没做题的你 谁也比不过 做了题的你 谁也比不过 总结 学神和学渣只差一道题 我名字呢 因为是姚玉成 玉成代表的是太阳星星和月亮 然后这个名字的寓意就是希望我像这些天上的东西一样照耀大地 然后太阳因为它比较温暖 所以也希望我能成为一个阳光快乐的温暖的人 拜拜 拜拜